再过几天,市民们期待已久的,就将正式亮相了。 按照计划,本中五星院区将举行开业仪式, 7月2日则正式全面开诊,为患者提供各项服务。 那么,紧张院区究竟是什么样子,能够为患者提供怎样的高端服务? 现场探认,走廊是海洋世界,在诊室合并网里,可以看到整面墙的卡通彩绘。 在服务窗口,可以看到各种可爱卡通。 在电梯边,可以看到一排排向上游行的鱼儿。 在产分明产后,待在病房和响义体化服务。 最了解,华西大院仅将院区投入使用后,原来的华西院区还将继续运行。 在医生配置方面,两个院区将进行整体配置。 患者在两边院区看病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优质医疗词典。 不过,华西院区和景江院区,在功能上有所区别。 华西院区将作为危急重症产症中心。 景江院区则适应方便患者就医,游化整治流程,改善住院环境,开展新技术为宗旨。 就整体是,一,地址,华西二院景江院区,位于成都市景江区,三圣香成龙路以南,移木街以东,杨树街以西,紫罗兰路以北。 成龙大道一段1416号,组占地面纪约63961平方米,编制床位1500床,目前第一期工程已完工,拥有900张床位。 二,主要开设门诊,副产科,儿科,拿科,副业营养,麻醉,心理咨询,流产后逼运到特色门诊。 三,公交线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